哈囉,大家好,我是狂人 你們看我在幹嘛 我最近啊,在練這個原地跳舞 還沒有練成 但是呢 越來越好了 你們等一下看好囉 怎麼樣 好,好像抽筋啦 今天登場的主角當然還是背心大師 我們來看一下他目前的一個屬性 657萬的生命,哇 接下來 你們也可以嘗試看看 看看能不能跟狂人一樣在抽筋呢 好,我們馬上到對決賽 準備歡迎今天的冠軍主角 台服70區的背心教主 這一區 可以說是結合了非常多的背心大師 戰力從低至高 我們可以看到無數個背心大師 在一拳超人 這一款遊戲 練惡狼 不稀奇 練傑諾斯 也是不稀奇 練背心大師 現在也不稀奇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對手背心情報 也打了200萬 馬上一個追擊 輪到殭屍下一級 普攻 做了一個受傷 再受了一個內傷 趴下來 傑諾斯 哇,這兩隻也打了500萬 背心還是活著 馬上一個普攻 準備進入第二場戰鬥 哇,這一次對手沒有帶上傑諾斯 哇,這一次對手沒有帶上傑諾斯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隊伍呢 目前四個受了內傷 金屬騎士 真的好久沒有在英雄組看到啦 哇,這個也是玩得蠻好的 263萬 但這一下直接追擊 倒光 情報600萬的傷害 馬上對手一個反擊 護盾還在對手也有一個背心大師 同樣這個前排啊 還是晚了一拍 馬上一個反擊 這個惡狼的傷害打得也還可以 由於護盾吸收的太多了 馬上輪到傑諾斯 要進行一個收尾 本場比賽又結束啦 欸,還沒結束 還有一個King又輪到黑光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黑光還是一個很好用的角色 好,背心情報 又是背心情報啊 這個伺服器到處都是背心 好,這一下King 這一個吼出來的數字 還是當作一個輔助性質 一個追擊 馬上惡狼 這一個絕技傷害 直接達到947萬 還有一個背心情報 這一次能破盾牌嗎 哇,617萬盾牌還有 不過這個後排的血量 同樣是使用背心的大師的香蕉 尼格的拔勒的 背心大師他的血量 還是非常的多 好,輪到香蕉 拔勒要做一個防守 不過這個傑諾斯 先是做了一個連環角 馬上黑光跟黑光做一個巧克力對決 接下來幫苦 戳著一下試探一下受了一個內傷 輪到這個普攻 還有一個黑光普攻 接下來 背心大師又來了 這一次香蕉 你個拔勒的背心的情報 的343萬的內傷沒有 好,再來一個絕技 哇,這一個三隻直接 踢到450萬 可以說是打得非常出色 再一個情報單隻黑光不見了 這一次香蕉 拔勒 這一個惡狼也漂亮啊 哇,700萬真是精彩 這場比賽 背心教主的戰力還是有一定的優勢 但是香蕉巴勒 這場打得很出色啊 單單靠著一個背心大師守護到現在 好,馬上輪到殭屍俠 做一個吸血 這一個時候惡狼應該撐不住了 這一下還受了一個額外傷害 馬上到了第三回合 背心大師起了一個盾牌 263萬啊 哇,這隻背心 你實在是玩得太好了 惡狼做了一個出擊 本場比賽還沒有結束 香蕉開了一個香蕉布區 還有一個殭屍俠 這一個時候 傑諾斯 能成功收尾了吧 因為背心已經開了布區了 好,本場比賽結束 下一場戰鬥我們來看一下背心大師 總共可以吸收多少血量呢 好,這一次對上龍帝 龍帝的King還是做一個輔助性質 馬上背心叫主 這一次惡狼 883萬 不對啊 是880萬 好 背心情報 這一下 426萬 好 你們看好了 傑諾斯這一炮 250萬 那這個吸收傷線 110加 180加 100 總共吸收了400多萬 500萬的一個血量啊 好 輪到這個背心叫主 做一個反擊完 之後龍帝 這一次傷害 592萬 殭屍俠 還是一擊普攻 130萬 打得非常出色 黑光馬上開了布區了 又是一個連環角 上一回合打130 這一回合打144 黑光還是一擊普攻 捷諾斯還沒有不滅 馬上邦古再一下 捷諾斯還是沒有不滅 這一下受傷不滅了 好 輪到背心叫主 這一次惡狼 直接把惡狼打到了布區 背心 大師做一個收尾 本場比賽 結束 馬上登場的是冠亞軍之賽 這一次背心叫主 能不能越戰成功的打敗對手呢 好 這一下子惡狼 這一下還是860萬 馬上輪到背心情報 針對著邦古 717萬 邦古不見了 馬上對手一擊 捷諾斯 910萬的傷害也打得很好 好我們來看到背心叫主 也有一個捷諾斯 這一次 哇 764萬對手的金屬球棒 還有一滴血 馬上開啟了一個免傷提高 做了一個格擋 瞬間的血量 還是沒有辦法回升回來 好 這一個金屬球棒 血條剩六分之一 這一個時候做了一個回血 馬上一擊受傷 還是一個回血 哇 這一個惡狼 追擊187萬 球棒又做一個回血 一個內傷 倒了 殭屍狹在這個時候做了一個普攻 開了不滅 馬上到了第二回合 對手也有一個背心大師 好 輪到背心叫主的二郎 這一下子還是被完全吸收了 雙方的背心都是一個大神的等級 同時呢 左方的選手還掛上了一隻金屬球棒 如果這隻球棒啊 血量再多一點 這場比賽恐怕是更好看了 好 我們看到雙方的基諾斯 還是在做一個較勁 這一個時候 背心叫主這一招 728萬啊 哇 這傷害值 三隻也打得這麼高啊 殭屍狹開在背心的頭上 背心大師還是開了不去 還沒有結束 好 二郎也要做一個反擊 能不能收拾背心叫主呢 這一下三隻650萬啊 哇 這個傷害真是漂亮啊 接下來 最精彩的下集預告 登場的主角究竟是誰呢 這一個時候出現了一隻冥界王 是誰的 波羅斯 在這一個時候 這麼一下 冥界王 王 直接 倒了